答案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讨论了 到底孙子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圣人祭礼在我,圣人凭什么祭礼在我 在这里其实答案真的不清楚 你只能说圣人就是凭着自然人性有那种满足欲望 过一个好生活的追求 而又凭着人对于圣的理解,这个就是变 就是变的,就是什么学习人性 我们去学习,那个自然人性原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去限制它,它就会走争夺 它的情感就会有各种表现,你要限制 或者某些问题会出现 所以你就会想一套怎样的礼乐制度 才能令到情感得到适当的处理、宣洩 或者是压抑,又可以避免犯分乱你 人可以生活得好等等 其实基础就是这里 当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基础在这里够不够呢? 那就要看你用什么标准去看 够不够就要看你用什么标准去看 因为似乎一个相信洛克相信霍布斯的人 他不会说洛克不见本源 又或者他的道德原则是没有基础的 没有人会这样看,为什么? 因为如果针对洛克的话 洛克处理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制度 如何可以成立的问题 所以他当然是说我要脱离自然状态的话 那就要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协议 所谓契约论 所以他的基础就是契有律 而不是圣人制礼作乐 但现在孙子的基础就是圣人制礼作乐 差异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不会批评 阿洛克不见本源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本来他不是要去找人性的本源 他不是要去所谓的为天地立心 他的工作不是要天人合一 他的工作纯粹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理想的社会政治 要能够令到大家的欲望得到满足 所以如果他这一套的礼仪之统 真的能够满足到这个目的的话 起码我们站在一个系统里面的判准的话 那似乎又不能够说他一定不好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系统里面的判准的话 既然他的系统已经很清楚界定了他的功夫的目的 不是要天人合一 不是要过一个怎么样的 就是道德本身的生活的话 他当然这个可以说一通 唯一剩下的问题解决不了的 就是如果我有好几套礼仪之统 就好像现在我们这样 如果现在有好多套礼仪之统的话 那到底哪一套好一些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孙子很少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根本他那个时代没有这个问题 他那个时代就只有那一套礼仪法道 所以他是讨论很多礼仪法道的问题 但是呢 就差不多是没有触及到 如果有不同 就是有一套周文 有另外一套礼仪法道 又有第三套的话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讨论 就是如果你要在他的系统里面去找答案的话 到最后都是那几样东西 就是怎样可以调节到人的情 怎样可以满足到肉 就是只能够从这几个地方去看 最后呢 还有这一项 这一项呢 就会讨论到一些比较理论的问题 就是针对他对于孟子的回应 针对他对于孟子的回应 因为他跟孟子的差异 上一次有讲过一些 就是孟子呢 就认为人性就内据 这个测忍收户持像是非 这些四端之心 所以才能够讲性善 就是以四端作为人的性 所以人是性善 他是从这个基础去解释人 为什么会做坏事 又或者人怎么可以过道德的生活等等 但是孟子就不同意 孟子为什么不同意呢 就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自然倾向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说人的性 你纵容他只会有偏谦背乱 只会产生惑 所以他才说 所以善其实是偽 善者其实就是偽 就是必须要学回来的 人为的造作 就要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 途资人可以违语 这个当然是孙子的说法 但其实孙子就说 不是他说的 其实都是一般人说的 但他要解释为什么这句说话说得通 所以孙子是接受这句说话 就是途资人可以违语 是真的 但他又说性恶 那为什么这句说话说得通 就是途资人 意思就是街边 街边求其找个人 他都可以造语 下语治水的语 就是圣王 意思就是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圣言 听上来好像是圣善论主张 每个人都可以 成圣成言 为什么 因为有个本心 有个道德本心 人人都有的 但是孙子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里其实是一段很细段的文字 因为其实他讨论 途资人可以违语 有一大段 我其实只是剪了后半部分 去看 因为他前面那部分说 途资人可以违语 他怎么解释呢 他的解法很简单 就是人生出来是性恶的 不过人有这个财据 有这个基础 可以学为圣人 所以途资人可以违语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好似 我类比这样说 人是可以踩单车 可以游水 可以跳水 人是可以煮饭的 孙子说途资人可以违语 这个可以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 你可以跳水的 但是你要学的 你没有学 你跳下去就会浸死的 所以这个可以的意思 是纯粹是 你可以这样说 纯粹是 逻辑上可以 或者是身体条件上面可以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 可以进一步去学 所以 在这里 立刻就有人问这个问题 左手边的问题 性可即而至 然而皆不可即何也 你说 你说 圣人是可以透过职学 就可以得到 那 为什么 这个世界的人 没有什么圣人呢 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圣人呢 你说 圣人可以学 可以职集 就可以了 但是 这个世界的人 全部都不职集 都做不到圣人 为什么呢 孙子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说可以 而不可使 这句说话就是 是 他们理论上可以 他们在物质的条件 身体的条件 天性的条件上面 是可以 不过呢 不可使 就是说你又不可以逼他的 字面来说就是这样 不可使 字面来说就是 你不可以逼他的 为什么呢 故小人可以为君子 而不肯为君子 是啊 你小人 就是道德上 道德不够的人 他是理论上可以 改变他自己的 是可以做到君子的 不过他不肯做 是吧 你可以监他的 意思是这样 君子可以为小人 就是君子也可以做小人的 但是他又不肯做 你监他也没用的 监不了他 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 就是说小人就是君子 其实他们可以 调换的 就是小人可以做君子 君子可以做小人的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 相为的意思 然而不相为者 但是他们没有 没有去改变自己 可以而不可使 就是说是 他们可以改变的 不过不可以监他们的 故徒之人可以为宇則言 所以呢 所以我们说是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圣人 是真的 图之人能为宇 则未必然 但是如果你说 任何一个人都已经有能力 能够做圣人的话 那就不是 这样 这里要小心 在这里有可以和能的区分 其实你会看到 它完全是针对着孟子的 因为如果你看一看孟子的告子上篇 其实它是可以和能都用的 那因为孟子的告子上篇 是怎样戒定性善呢 它就说 乃若其情 即可以为善也 就说可以 是不是 乃若其情即可以为善也 但是 接着呢 它又说了 就是说 若父为不善 非财之罪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有人做坏事 不是因为他本性不善良 不是因为财 那 它也有用过能字 但是一时我吸不出 总之 意思就是在 告子上那里 它有用到财字 有用到可以 有用到能字 全部相通的 其实都是说 我有个本心 有个价值自觉 有这样的倾向 自然就会做坏事 自然就会做好事 自然就能够成为一个 有得的君子 那这个呢 就是孟子的说法 而孙智在这里的批评呢 其实就是在针对着 你没有很清楚 把问题理清